如果一個女生姓陳的話 可能他不能取什麼英文名字 有兩個英文名字他絕對不能取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想到了 但我們不一樣 我們今天巴黎就來哪裡 我們今天第一站屌 新手拍照很容易把東西拍得很裡面 鑽腳框架空間感應 仰腳扶腳光那邊 男生擦防曬會很娘 不會啊怎樣你覺得很娘是不是 對我覺得男生擦防曬太娘 譬如說他 我是男的 他今天一看到我就露出一點失望的表情 然後說今天怎麼是你 對啊為什麼你今天期待的是誰 我想說那個老師跟我說今天會發蔡依林來 我不好嗎 發蔡萬林來 今天是蔡萬林 你們知道蔡萬林是誰 不知道 你知道蔡萬林嗎 我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蔡萬林 國泰四華董事長 誰會知道啊 誰會知道啊 誰在乎啊 睽違的旅遊影片 我跟你講太多觀眾一直在抱怨說 你們頻道是不是太常交攝影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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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聽到講攝影 為什麼說要旅遊頻道 說好要看旅遊的 每天都在跟你講什麼光圈快門 什麼鏡頭 不重要啦 沒有要看的啦 做一點正事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準備一些相聲的段子 OK 好今天就是我的兩個搭檔 吳兆南 跟魏龍豪 吳兆南跟魏龍豪也沒有人知道是誰 太老了 對你要想說這個就是博恩 這個是賀龍 我們今天在巴黎 好帶大家來巴黎 為什麼選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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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為什麼選巴黎 沒有我跟你講啊 我覺得這個地方風光明媚 又沒什麼人來過 大家一般來巴黎都來幹嘛 騎腳踏車嘛 然後到老街 吃個東西 巴黎的海邊 然後那邊有一些咖啡廳 看個夕陽 但我們不一樣啦 我們今天巴黎就來哪裡 我們今天地站屌 五谷護正中心 巴黎行政中心 巴黎行政中心 如果你今天要辦一些戶口 我簽出簽入 公辦一些那個寶寶抓招活動 而如果你是巴黎跟五谷的居民的話呢 我們這邊有個很完整的 我們今天帶我們這個 25歲的寶寶來抓招 25歲 我還沒大學畢業 你還沒大學畢業嗎 你覺得人家看起來 怎麼25歲是不是 我以為你看起來才5歲 我以為你看起來才5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要介紹一下今天的來賓 對來 我們叫李玉涵 哈哈哈哈 啦啦啦啦 我以為是蔡萬寧 蔡萬寧 我們今天來賓是 嗨 Alison 失望就要照顧 Alison Alison 第一個字母應該是A吧 今天是我們來到我們的百萬大挑戰 第二個應該是H A H A H T E N 什麼東西 A H T N Alison 阿 今天來跟大家一起去巴黎旅遊 你有想嗎 旅遊之外 我今天也準備了一些 旅遊拍照的小撇步 哪有又有啦 厲害了吧 你帶一個妹子出來玩 然後跟她說 我們來去巴黎行政中心走一走 好屌 走一走去副政事務所嗎 哎呀哎呀 登記起來 厲害了吧 激花通激花通 哎呀 好痛啊 走登記先 你OK嗎 我們今天介紹幾個旅遊拍照的一個 口訣 口訣 只要記起我這個口訣 我們就可以徹底跟新手說掰掰 好想知道我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很好的助理主持 真的耶真的耶 對啊對啊 只有他會理我 好感動喔 第一次有model理你耶 太棒了吧 請開始你的表演 很棒很棒 我以後就叫你蘭鳳凰 什麼蘭鳳凰啊 助理主持蘭鳳凰 我們這個口訣 厲害了 來厲害了 來 看什麼小丑 親手拍照很容易把東西拍得很平面 所以我們要創造出一些立體 對對對 我知道 要用3D眼鏡來看 對沒錯 我就先準備一個3D眼鏡 還是就長得很扭曲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就不平面耶 臉上的部分也是蠻立體的啦 對不對 立體攝影 轉角框架空間感 轉角框架空間感 譬如說像這裡 好 我們就取一個轉角的構圖 這樣子呢 那個因為加上消失點的加持啊 然後畫面中的立體感就會比較強 比起在一個平面上拍照啊 當你今天在一個轉角拍照的時候 尤其像這個地方 陽光又照在兩個那個 牆的不同的角度 所以一邊有受光 一邊是在印一下 那兩邊看起來啊 就會有一些光差 所以整個立體感就會上去 你教得很好 你該不會是攝影老師吧 謝謝 你教得很好 但是今天是我拍 整個背靠到腳腳上 對對對背靠到腳腳上 然後我們 你在家裡都這樣抓背 對對對 上下遊影 對對對 有沒有改造你的背癢 你的背癢已經治好了 好看我一張 看我一張 這個空間感就出來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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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謂的框架的意思是 我們在設定一個框 然後在這個框裡面 塞一些我們要的元素進去 我知道就是 人生會幫自己設定一些框架 對 你跳不出那框架的時候 你人生就差不多到那邊結束了 對 所以我們要試著 打破自己的框架 沒錯 人生加鎖啦 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欸你框的很好 你框的很好 好啦我們下一個點走囉 OK等一下還沒 不換老師囉 是我拍 是我拍 對對對 譬如說像這樣子有沒有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整個在樹裡面框出來 這樣主體就明顯 因為它穿白色的嘛 OK 樹又是綠色的 所以你就把它放在全部都是 綠色的背景裡面 像這個樣子 這樣它就像是有一個背景一樣 對對對 非常的剛好 可是你框太棒了吧 就這樣子 整個框太棒了 所以呢 但是 今天是我拍 今天是我拍 背後面 背後面 對對對 喔很好很好 給我一個眼神 眼神 怎麼了怎麼了 你要摔倒是不是 來我扶住你 太老 太老 因為它是草地是什麼 綠色的 又有點斜坡 對 所以就可以滾下去 我們一起滾下去 好啊好啊 來你去吧 不是跟 不是跟他 不是跟他 有點特助喔 不要正面 對對對 老師你在我對面 好好把他框起來 來幫我看玉涵那裡 玉涵的角度那裡 對對對 好 後面有一個打招呼的感覺 開開心心 開開心 跟他說嗨 對 天啊你跟瘋子一樣 很好 好OK 然後我們再帶一點指導動作 好 這邊不是一個斜坡嗎 我們讓他跑一下 直接摔死 應該不會吧 可以嗎 他都神明必打 我覺得後空翻一個 後空翻 你果然是個攝影老師欸 太狠了 仔細看這個男人 真是太狠了 跑起來 非常好 努力的跑 好謝謝 我們往反方向走 幫我好像大步從這邊走過去的感覺 欸欸欸你很趕是不是 你又大步 慢一點慢一點 你又要有人家大步 又嫌人家走得很快 你問題很多欸 大步也可以慢嘛 你要講清楚啊 這個時候來我們示範一下 這要什麼引導 待會兒Alison你大步走啊 但是你的速度是平常0.5倍 太強了吧 好好講 好好教人家怎麼引導 喔很棒欸 看我看我 可是彈珠魚是魚類嗎 彈珠魚是魚啊 他為什麼長得很奇怪 他是醜魚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注意一點 OK我們今天來到我們巴黎的 第二個點 這叫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厲害 這就是秘境 這裡叫做 這裡是哪裡 這裡叫蛙子尾 它是一個紅樹林的生態保育區 生態保育區 然後呢 這邊有個小魚港 然後這邊會有些漁民在這邊 但因為現在那個有點乾 所以也沒有什麼水 紅樹林呢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生態系 那在台灣呢 尤其是北部沿海 有非常多紅樹林的區域 一直到新竹這邊其實都有 那紅樹林為什麼叫紅樹林 欸可是它是綠的欸 對啊它是綠的欸 我也不知道 一般紅樹林呢 紅樹林都是有那種紅樹棵的樹 它其實有很多棵啦 大概十幾棵 那這種樹呢 它的那個樹皮上呢 都會有一種單名 然後它會是紅色的 那在東南亞呢 很多地方的漁民呢 會把它當作是一種燃料 然後來做燃劑 那因為這一種類型的樹 它都是有那個單名的 所以呢 總稱叫紅樹林 它不是單止一種樹 它是很多種種類樹 合在一起叫紅樹林 那在台灣呢 最有名的就是水埔寨 那這邊都可以看到 然後呢 它如果正正插下去的話 就會找出一株完整的 然後紅樹林都會在一些 半淡鹹水交錯的地方 然後這邊最著名的生物呢 就是像貪圖魚還有照照社 這類的生物 如果你要帶小孩子 來看這些東西的話呢 這邊是個好地方 嗯嗯嗯 生物小教室 我很喜歡啊 喔真的喔 生物小教室的部分你很喜歡是不是 我覺得很棒啊 欸 欸 欸神你姓什麼 我姓高 喔那來 跟你一起不一樣 跟你一起不一樣 你一起他姓什麼 姓陳 陳 他一點看起來就姓陳 他看起來就像姓陳的啊 如果一個女生姓陳的話 他不能取什麼英文名字 有兩個英文名字他絕對不能取去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想到了 莫妮卡 是吧 對不能取莫妮卡跟傑西卡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姓陳他就叫做 傑西卡圈 莫妮卡圈 這是卡成莫妮卡圈 我是覺得有點滴死吧 一點點 好笑嗎 好笑好笑 好笑嗎 怎麼辦 他找到團團了 好我們進入我們第二趴 告別新手 拍照拍著拍的平面 仰視 俯視 光那邊 我們拍照大部分就是平面構圖 對不對 就是大家就站著拍 我們就找一些高低差的角度 仰視俯視拍 然後 光那邊是什麼意思 面向光 對 哎呦 哎呦 好啦好啦 我最近有在練兇 有 你給我閉視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說不要只是平腳拍嗎 對 不要姓陳嘛 對 不是不要姓陳 是姓陳的不能叫莫妮卡 好好好抱歉 看我 好一個暈光 喔哎呀 我這個聲音是不是乖乖的 你拍就拍 還沒還沒 先轉過去 對對對 我不想看到你的臉 來 我也不想看到你的臉 拍下去 我想說去拍拍水鼻仔 你現在想看水鼻仔的 請把你的留言打在下方留言區 不會有 不會有 大家回頭 回頭給我一個瞬間 笑開來 1 2 3 來回頭 你站得上去嗎 可以 好好好 或是請他站高一點 我們可以取到整個天空 他這樣看起來超高耶 大概有220公分 去荷蘭不會輸 可以去荷蘭交給男朋友了 我現在他剛剛好啊 你知道嗎 17端 他剛好頂天立地耶 哈哈哈哈 你看 哇塞好可怕喔 你是巨人嗎 哈哈哈哈 不要注意喔 要他面一定要朝向光的那一邊 左邊要全直 微彎 有點微彎的感覺 不要全直 尖直可以嗎 好往左邊回頭 左邊回頭 右手舉起來 放在你的頭上 這樣子 剛剛是仰腳嘛 現在來補腳 不曉得就是上往下 上往下怎麼辦呢 我就只要站上去 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比較好角度 然後AZEN幫我往後站一點點 幫我蹲下來 我們看著陽光的方向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上往下 然後陽光就順過來的構圖 對不對 這就是 腳還是什麼鬼的 然後呢 看光線 對對對 再這樣子來 仰腳補腳光那邊 我拍 兩腳來 老師你這樣鏡頭有地方對嗎 我看觀眾都很喜歡你這個小子 嘿嘿 哇塞 欸你是迅猛龍嗎 我剛剛還想說 我們剛剛還說這邊有爬蟲類 對 我走到了 大概就這一隻吧 好好好 相機拿高 你可以製造一個浮腳 轉頭看我 我們也再來一個邊跑邊跳 就是從這一艘船跳到那艘船 再跳那艘船 再跳這艘船 再跳來 他是迷人還是佐助嗎 他是火影忍者嗎 小尾先示範 注意看喔 來我幫你拿相機 沒關係不用不用不用 我速度是很快的喔 OK 來喔準備囉 好來 大家都會 大家都 欸你又回來了 1 2 3 好很好很好 好好好 站往前站往前 哇塞 欸你真的是 慢跑王欸 來轉圈轉圈 轉一個圈轉一個圈 跑跑跑往後跑 轉轉轉兵の 轉轉轉轉 來來宇恀轉 internation 轉轉轉轉轉 老師喔 不要這樣捏待老師喔 今年已經62了 不要這樣子捏待他 可以我做練比較好看 是啊 小偉呢 我沒有死角 他也沒有石角 折頭頂 我們來到最後一個點啦 最後一個點是哪裡 也是老師帶我們來的 欸這裡是什麼地方 水牛坑 來來來 欸神有來過嗎 沒有 我第一次來 那我問你喔 你有沒有吃午餐 你沒有吃午餐 那你知道哪一個藝人都不吃午餐的嗎 男生女生 女生 很有名 日本人 他有名的不吃午餐 大家都知道 知道誰嗎 中島沒家 因為中島沒有家 差評啊 差評 什麼老鼠最有禮貌 米老鼠 錯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笑不出來 轉角 框架 空間桿 空間桿 複視 仰視 面相光 那我們又上網這樣 把他的上半身放在水池裡面 這樣子呢 那個上半身的那個畫面呢 才會比較乾淨 臉才不會切到線條 大概舉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先構築剛剛有沒有 把Alice的臉 放在那個水池裡面 這樣畫面呢 看起來就會比較乾淨 你該不會是攝影老師吧 哎呀 這麼巧 你這麼會教該不會是 有買道指老師的線上攝影課程吧 登登登 還沒有想到要先上這一套啦 還沒有想到要先上這一套啦 有那個頻道員問你說 有什麼意思說我們都穿襯衫 穿那個 穿襯衫的男人是不是比較帥 是 但我覺得還是要看人穿 這邊要拍出空間感其實很簡單 我們要離背景有一點距離 就是他離背景要有一點距離 好 這樣拍起來呢就會很有空間感 比較立體的感覺 好 來 好 一樣 這邊很多高低差嘛 我們再來利用一些高低差 眺望遠方 剛好這個山的背景 對 開心開心開心 對 很好很好 看那邊看那邊 好 我們今天的攝影教學 不是 今天的旅遊影片就到這裡 嘿嘿嘿 好不好 也是攝影教學啦 也是攝影教學啦 謝謝大家 掰 好 結束